9%的热度持续发酵,各种广告,大言,封面的资源接种而至,其中,蔡徐坤和朱正廷,更是在明清势力榜上9只前卫,而成员的9个男孩也都收获了超高人气, 可就像实质有所长短,除去团队资源,成员的个人资源,得多少也曾资不齐,资源最好的还属9%的队长兼CV蔡徐坤,拥有超高人气与热度的他,自然成为各品牌的宠儿,要生藏面膜,欧莱亚等品牌,纷飞向气泡来改软之。 据悉,目前国内热门综艺也在和齐洽谈,现在,几个人工作室已经成立,未来一年半的工作正在敲定,相信会陆续公布更多资源信息。 其次,还是要数乐华单子,朱正田在微博明星视力望上位置几次率踩十分,可见人气之高,范城城还未出道就受春雨面膜青烂,更是一个人身份,参加热门综艺奔跑吧。 而Justin黄云浩最新参加了芒果台自制综艺《勇敢的世界》,除此之外,三人还与乐华旗下自此一起,成立Next男团出道,并已发布全新音乐作品,并接到七人团体代言。 而作为在欧偶像练习生,中排名第二出的陈李龙,代言也是不断,先后成为恋爱白饭品牌代言人,继续西彩装品牌挚友,受邀出席Massimo DUTE2018修东系列时装秀,更是一个人名义,登上了奔跑吧嘉年华,狂欢夜和青春芒果夜的舞台,曾以高音经验舞台的游场镜,也受到了影视主题曲的欢迎。 先后演唱了电视剧《扶摇》的人物主题曲,和国产青春动画电影《昨日清空》主题曲。 近期,又被绿剑品牌却重,成为了绿剑新型薄荷糖的品牌代言人,相较以上七人,同时林彦俊和王子一稍显后见不足,除了团队代言和共同参加的综艺外,林彦俊和王子一个人资源较少。 近期,林彦俊成为伊丽莎白甲段的品牌之友,在此之前并无个人代言和活动,而王子一代言也仅有费私利,虽发布了个人单曲,但并未引起轰动。 虽然林彦俊和王子一线在资源,并没有其他七人那么好,但rap和舞蹈俱佳,得他们未来也一定可以更好。 相信9%的九个男孩会一直努力,在舞台上发光,未来星图坦荡,前程客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